日本中神縣立藝術大學兩年一度的雕刻的575國際藝術交流展 三日式儀式彰化勢力圖書館來展出 大大學造型藝術學系實聲共襄盛舉總共有十一間作品參展 作品要呈現的其實不是一般的所謂造型 而是一個發現的美感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向內心去爬書 所以我的作品是爬書 就是去整理自己的思緒也好 整理自己的故事也好 整理自己的情緒 我們常常會向內去爬書 這次展出的作品涵蓋石雕木雕進攻與陶藝的創作 其中包含吉田中文老師的LipHear 強調我還活著的創作理念 那我的作品是從這個紅色的這個前面的那個洞裡面 可以這樣看 裡面有紅色的光線 這個是一種都回收這些 然後這個是工廠出來的不良品的排氣物 那這個東西是對房間有關係 然後我在馬路上丟掉的樣子看到 然後我覺得配方美 另外來自馬來西亞的碩士生吳俊宏創作者 在無數個夜裡我與我等待著 他說用球盲捲縮的意象象徵自我受到外界壓力 使依然用眼睛冷靜的觀察世界 在訴說這個千篇一律的生活之中 我們一直時時刻刻在面對的壓力 然後就是周圍人都會跟我們說 就是一切都會好起來 就是所謂這些安慰化 可是這些壓力已經把我其實已經壓口了 所以我把自己像所謂的一種蛇 叫球盲的蛇 縮起來縮成一團 然後就用自己眼睛去觀察這個外界 我們以前對雕塑都是一種公共的雕塑 在建築物、大廳 附外那種大型的公共雕塑的藝術 但是那種微型的雕塑 可以走到生活 可以走到這個客廳 可以走到你的房間 可以把每鞋帶到你的生活 這非常有趣的 雕塑的575指的是以五寸、七寸、五寸 作為雕塑的尺寸範圍 因此雕刻的575也是繡真雕塑展覽 展期即日起到12月20日為止 歡迎民眾永遠前往參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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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